近日中国著名导演英达在美国因涉嫌洗钱被捕,经记者调查并翻阅检控书认罪书,确认英达于2月16号在康州联邦法庭达成和解,他已放弃庭审机会,并就刻意规避申报要求进行现金拆分行为的指控认罪。 根据检方的指控书,英达现年56岁居住在康州,2011年4月到2012年3月之间的11个月之内,他先后把46.4万美元存入他和他的妻子的联名账户,为了绕过监控,他每次存钱额度都低于1万元,前后分50次存入,为避人耳目,他和他妻子在四家银行开了6个银行账户。 作为本案和解协议的一部分,英达同意冻结他在康州拆分存入的17.6万美元现金,以及补交国税局11.3万美元的未付联邦税,此外还有2009年、2010年以及2011年三年间的罚金和利息。 冻结部分资金和补交的税款合计29万美元,约200万人民币,联邦法官安德西将于5月11号对此案宣判,英达最高面临10年的刑期,以及最高50万的罚款。 华人为了避免麻烦在美国将现金分多次存入银行,并刻意将每次存款金额压低在申报标准1万元之下的情况不少。 然而,这种存钱方式很容易被税局盯上,不仅要付出巨额罚款,很有可能要面临劳逸之灾。